美国联邦司法部日前宣布对15名年龄在20岁左右的中国公民 以涉嫌共谋伪造外国护照、邮件诈骗跟电信诈骗等35项罪名提起诉讼 消息传出引发外界的极大关注 这也是联邦政府首次以刑事手段打击中国留学生的代考事件 这15人涉嫌参与代考SAT、托福、GRE等入学考试 其中5人是在美国当地就读的代考枪手 而其他多人则是委托他人代考的中国留学生 根据调查 代考者利用伪造的中国护照骗过主考官 让主考官以为他们就是考生本人 考生则利用代考人获得更好的成绩 并最终得到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宾夕法尼亚西区联邦检察官详细解说了案情 此次被起诉的15名涉嫌人大都集中在皮斯堡地区 目前尚未得知皮斯堡大学等周边的教育机构 是否是此案的主要受害方 也不清楚全美还有多少外国留学生 因为作弊而获得大学入学资格 从而非法得到美国学生签证 因此全美多所高校都可能受到事件的影响 而至于中国政府方面是否与此案有关 联邦检察官认为 联邦司法部表示作案人员可能面临最多20年的牢狱之灾 以及25万美元的罚款 美国一直是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首选地 目前在美的中国留学生已超过30万 这些学生多数学习成绩优异 但也有不少中国留学生因本身能力问题或是自律性不足 导致来美后出现学习困难 也由此引发了不少法律和社会问题 请不 affair